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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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懂吗?舍不得 或是有什么人对待我们不好的时候 打骂我们的时候 这个是应该让我们学习坚卑心 应该超过那个打骂的那个等级 看吧 里面是佛心 这个外面那个跨印记乱讲话而已 知道不懂? 那个里面很单纯 不晓得骂人是什么 不晓得对待人不好是什么 干干净净的 不过我们看不过那边 我们被这个打骂的墙壁挡起来了 我们这样 我们在那里头啊 一直撞那个墙壁啊 你懂不懂? 撞不过它 然后在那里倒了 生气死了 寄死了 为了这个无偿的墙壁 我们都知道了 什么都无偿啊 没有人爱我们永久的 也没有人恨我们是永久的 是不是这样子 有时候人来今天对我们不好 明天对我们又好啦 是不是? 所以没什么永久啊 任何的强盒都是为了让我们学习啊 结果我们学不了啊 一动我们就倒了 碰那个墙壁 就倒掉 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间的时候啊 多少功课都水不了啊 了解吗? 没有办法完成我们的那个人的那个目的啊 所以水一半 那水一半又应该再来水一半 不过水一半的时候 有很多东西发生啊 让我们没有办法水一半啊 听懂吗? 有发生很多事情啊 然后忙着很多地方 连一半也水不了啊 是不是? 一撒来就很多东西 很多条件啊 很多业障都跑来啊 包围我们啊 那我们水不了什么 轮来轮去啊 每一次都水一点点 除了我们碰到一位名师啊 把我们那个里面的理想啊 真正的 从很深的那个 从我们还没有生久来的时候 很深的那个 把它挖起来亮起来 给我们灵魂看啊 那我们才决心要了脱圣实的 嗯 所谓多数的人去观音法嘛 如果真的很诚信而来啊 嗯 就会记得 为什么我们还在这个世界 为了要学习功课 为了要去高一点的境界 那水完了以后 就VIA嘛 懂不懂? 这边是水哨 人类是一个水哨 听懂吗? 一个最好的大水 别的地方不能水什么 地狱是太苦 天堂是太热 听懂吗? 没有很多机会可以磨练我们的耐心 和我们的智慧 所以学不了 太苦了一天到晚是痛苦啊 哪里还想什么东西啊 太快乐的时候每天就享受啊 哪里有时间想 是不是 时间挂了很快很快很快快 快乐的时候啊 时间挂了快快快快快快快 没有想的已经过了 今天想这个了 明天想那个了 一次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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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给我们机会想到 多进化我们的智慧 深口意 了解吗? 所以只有人类啊 苦也有 乐也有 喜怒哀乐都有 听懂吗? 混在一起 每天都有什么 让我们反省啊 让我们磨练啊 因为越磨练我们越坚强嘛 是不是 像那个麻啊 牛啊 你不顺便他 每天刮他在一个地方 他也会软泡泡 是不是这样子 那个阳靠 有一种小的牛 有没有 正久来玩了 就被刮在一个东西里面啊 没有太阳啊 没有阳啊 没有阳光啊 然后给他很多药 让他拉肚子啊 让他变成瓶水啊 然后他的那个肉 一变白白 那个 吃肉的人爱吃那个 懂不懂? 不知道那个 台湾没有啊? 嗯? 牛白就是很红嘛 另外一个是白白的 颜色的 没有啊? 好,那在美国才有啊? 不一定有吧? 好,那有一些地方啊 把那个牛啊 灌起来 这个很小地方 让他不能动 听懂吗? 让他不能走来走去 没有太阳光 没有东西 吃一点点 然后应该 吃药 然后拉肚子 那一天到晚 很白白的 瓶水的 懂不懂? 那他的肉 是比较软啊 大家也喜欢吃 这个是很贵 因为他没有地方动啊 Some of the benefits of a vegetarian diet lowers blood pressure lowers cholesterol levels reduces type 2 diabetes prevents stroke conditions reverses atherosclerosis reduces heart disease risk 50% reduces heart surgery risk 80% prevents many forms of cancer stronger immune system increases life expectancy up to 15 years higher IQ saves 70% of a total cost of 40 trillion US dollars for reducing global warming uses 4.5 times less land to grow food conserves up to 70% clean water saves 80% of the cleared Amazonian rainforest from animal grazing a solution for world hunger free up 3.4 billion hectares of land free up 760 million tons of grain every year or half the world's grain supply consumes one-third fossil fuels of those used for meat production reduces pollution from untreated animal waste maintains cleaner air saves 4.5 tons of emissions per US household per year stop 80% of global warming plus more save your life be veg go green 同样我们的灵魂 如果被宠坏 懂不懂 放在一个很好的西方 每天享受 没有训练 没有耐心 就会软掉 会变成瓶水 了解吗 所以在这个世界 有给我们机会磨练 不过我们都不懂 这个磨练的那个 那个安排啊 我们都是装墙壁的 懂不懂 看到美人 看到人 看到人 到自己受伤啊 不了解 那个就是来教我们的老师的 了解吗 任何的人啊 都是我们的老师 应该了解 不是你们的师父而已 像你们吃太补的东西 吃太久也习惯了 没什么意思 是吗 常常每天穿漂亮的衣服 对你们是普通的事 没什么好 在那里夸张 像今天早上师傅 讲那个故事一样 那个穷的人 一年才能穿漂亮衣服一次 整天站在那里等人家 如果一个富有的人 每天他穿那个布 是不是 然后那个我的习惯 没什么应该亮来亮去的 是不是 有可能他偶尔想穿一点 很粗糙的衣服 也感觉到很好玩 同样我们修行久了以后 就变习惯了 懂不懂 成什么都无所谓 成佛、成魔都没什么意思 当然不会成魔了 不过要研魔也可以研 有的时候 魔来的时候也要研魔嘛 跟他一直一样 他在听话 我们越南话有一句说 跟佛走的时候 他应该穿叉叉的衣服 跟魔走的时候 穿纸的衣服 纸啊 知道吗? 黑本 那个死掉的人 是不是你们弄 割了很多纸的衣服啊 供养他 那纸的钱啊 供养他有没有 同样啊 名字是一个很婉转的众生啊 懂不懂 他跟什么人对待都很好啊 还是谁自然啊 谁众生啊 好 不过 因为这样你还能够叫他啊 你跟小孩讲话 是不是你用 那种语言 婴儿嘛 他不懂啊 然后你跟小孩讲话 你也用他的语言 是不是 就是你刚刚叫小孩那个中文 或是英文 你应该一步一步这样子跟他讲啊 你不能用很大的文章 叫他 他是不是听不懂 嗯? 跟小孩讲不一样 是不是 跟大人讲不一样 嗯? 我们跟没有水问的人讲 我们讲比较简单 比较容易的去话 我们跟有水问的人讲 我们可以讲比较高等的文章 是不是这样 好 就佛也可以装了 装模了 装上去的 听到不懂 假装了 这样子他才动 懂你讲什么 那个 任何人都是我们老师是这样子 在这个世界是这样子嘛 听懂不懂 嗯? 如果我们不知道啊 都是照话安排 给我们学习的话 我们一天到晚受不了啊 也不会有爱心 给那些打骂我们那些人啊 给那个仇人啊 懂不懂 嗯? 所以有的时候 那有的人啊 都跟师父问啊 那奇怪 是一样的人啊 是师父对待很好啊 他为什么不能对那个人这么好 那么有爱心 他为什么不能了解他 他同情他的心啊 师父说因为我比较深了解啊 懂不懂? 你就看外面啊 你就没有看里面 而且你还没有收苦够啊 没有收够苦啊 所以心还比较自私 不懂别人苦是什么意思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世界才那么苦啊 因为我们要了解人的苦心 我们心得夸大 越夸大 我们越伟大 我们越变成跟万物同一体 如果我们还有隔开 还是想我们自己而已 不了解他 我没办法跟他沟通同一体 那跟这个人不同一体 跟那个人不同一体 当然我们很微小啊 跟大家都同情的嘛 我们都是大家啊 所以我们就很伟大 我们沉通才比较多啊 他有什么你就有什么 听懂吗? 他前世修什么也是变成你的 任何人有什么都是你的 不过业障也是你的 有好就有坏 不过因为业障也是你的 所以你比较简单逐理 你就可以帮忙他 因为你知道这是什么足力 变成你的嘛 任何的你自己的东西 是不是你了解比较清楚啊 那你足力比较方便 所以才能够救众生 听懂吗? 帮忙那些软弱的人啊 不懂事的人啊 也叫我们叫圣的人 因为自己同一体 可以了解的 像那位警察啊 居士他跟他绑架一起 不过他是很自由的人 懂不懂 他随时可以放开那个人 也放开自己 了解吗? 那个犯人啊 看起来两个是一样的 不过那个人随时都不能放开他自己 也不能放开那个警察 那警察随时可以两个都放走 他是自愿这样子被绑的 了解吗? 看起来两个一模一样啊 不一样 所以民事也是这样啊 看起来跟我们一样 也有很多行为跟我们一模一样 不过他不一样 他随时可以放开 我们随时放不开 有一个故事 为什么放不开呢? 我们在美国 师傅有一个美国人嘛 你们都知道那个巫师那个 他刚刚印心的时候 有很好的体验 我在纽约的时候 有给他印心 他来那里跟师傅闭灌一个礼拜 第二天他有很好的体验 第一天看到魔来困扰他 他师傅本来是专门抓魔的 他是那种巫师嘛 他是对他自己很有骚傲的心 专门抓魔、敢魔走、敢鬼走 替人家治魔病以前 还没有碰到师傅以前 第一天看到魔来 怕死了 每天都来 坐在他的座位 在他的前面等等 怎么赶都不走 然后他上去跟我讲 他说他要在上面跟我一起睡觉 我说为什么呢? 那个楼上有两个房间 一个是我睡的 一个是我工作的 替那个寺庙工作 有写经写稿 他说他要睡在那个我写稿那个地方 我说为什么呢? 上面才是最好的 这里我走来走去 你怎么闭关啊? 我工作嘛 在上面电话啊 然后主理啊 有人来啊 我给你最好这个隐秘的下面 他说那里磨太多 我说怎么有磨我没看到啊 他说好几种啊 有的是我的 有的是这里的祖师的 祖师的 Ebbot 那个那边的寺庙的那个主人啊 那个和尚啊 是台湾很出名的一个 我不讲名字 他说有的是他的 带来的 因为以前介入他们的 那个硬瓜 救他们的病啊 赶他们磨走啊 有的是跟那个厨师有关系 是他的朋友 是他的亲人 他跑来看看他 我说没关系嘛 你就念圣人名字就好了 他说这些念圣人名字 他也不怎么很怕呢 奇怪 有可能我刚刚异性功力还不够啊 我说没关系继续住那边嘛 他说有的时候我忘记念圣人名字 因为自己看他们来就是聊天嘛 跟他聊天 他就忘了 那第二天呢 继续做 我继续做没关系 有可能明天他们会赶走了 他说没有 没有走啊 他说有的是我的 我说为什么我哪里有啊 他说你念那个蒙商的时候啊 好几千人啊 穿白衣服的 在那里忏悔 忏悔修行 修行什么 应该忏悔 应该修行在那里拜拜的 在你那个后面拜拜啊 他跟我讲 我没有玩过来看 我说就蒙商嘛 一个人啊 那个时候在寺庙 行事还是要做啊 我住在那里 我是供人嘛 叫我做什么 我做什么啊 煮了小厕所啊 煮饭啊 还有什么事可做 所以就蒙商啊 应该的嘛 叫我每天可以做 早个晚个 我一个人 咕咕咕咕咕咕 早上的时候有不同的人来 晚上就有不同 哈哈哈哈 他在那里观察很清楚 大家都来很惨规啊 在那里修行啊 拜拜我 在后面啊 我说没看到 因为我往前面看啊 哎呦 那忙啊 忙啊 念那个啊 然后弄什么熟音啊 碰碰碰碰这样子啊 知道吗 干入水啊 乱乱 乱喷 热喷 烙迷啊 七根啊 乱掉啊 还是很好玩啊 漂亮啊 我感觉到很有意思啊 应该弄怎么样 很漂亮 好我就玩这些了 没有看后面 他说很多人来 好也没关系 说他怕了 我说我不怕你怎么怕呢 我住这里好久啊 如果那个族事 常常他回去台湾 上次个月也不回来啊 就我一个人在那里啊 听懂吗 我不怕你 两个人这么大 比我五倍大还要怕 而且专门敢鬼走呢 他说还是很怕 因为他们太可怕了 来就跟他谈啊 讲了他 有的是恐吓他的 他怕了 他就想上去睡觉 我说好了好了 上去上了 他上去他跟我讲啊 他跟我说 我跟你讲啊 最大的开悟的人 也不敢住这里啊 他跟我讲 他上去住就没有看到鬼啦 所以我旁边没有 他说没有 只有看到佛菩萨那些圣人啊 很多好光啊都来 我说好了好了 你们高兴就住吗 我摩也看不到鬼 也看不到佛也不见 无所谓啊 你要住就住嘛 住好了 那就有很多好的体验 有一天 他居很高的境界嘛 有里面的师父啊 告诉他 带他居一个境界啊 那珠宝啊 是用铺路的 等一下你们看那个电影 也会看到一些 珠宝是用铺路啊 用盖房子的 上这里我们用水泥盖房子啊 用石头盖啊 上面就用珠宝盖的啊 所以上面的房子就很亮很亮 亮了好久啊 有时候亮了眼睛 就比较湿湿的啊 都是因为那边的东西都是真的 然后这里面师父告诉他啊 你看 那么多珠宝 如果你上去都是你的啊 这个你看 外面的珠宝啊 都是假的 都是为了要让人 要忘记这个里面的真正的珠宝 了解吗 这句话是很平常的 很普通的 不过是很大的道理 多数的人啊 来这里啊 都看那些假的东西啊 忘记了 听懂吗 嗯 如果能够到那个真的珠宝那个地方啊 就我们回去没有想抓什么东西了 即使没有看到 不过爬到那种地方的话 也会感觉到 也会跟世界的珠宝啊 看关系啊 没有留恋 所以你们修行的观音法门的人啊 越来越不想什么世界的财产 是不是 以前是很留恋啊 很抓的啊 那现在 即使 有还是有啦 不过 一级的 懂不懂 一边也要这个 一边也要修行的 变非 以前只要那个而已 是不是 多数的人修行多 就连这个不要啦 有也好 没有 真的没意思 是不是这样子 里面感觉到非常自由啊 对那些东西非常没有爱啦 是不是这样子 哎 不是我们有的时候 修行玩友还是有爱人啊 是不是 还是留恋家庭啊 不过一起的 懂不懂 啊 家庭还是留恋 爱人还是爱 不过知道有一个比较伟大的东西在旁边 是不是 比这个还要大 我们一起抱起来 一起爱这样子 听懂不懂 变非我们只爱那个 嗯 因为我们爱心现在很夸大啦 那家一个人做进去也没关系啊 爱上帝啊 做爱一个人也不怎么样啊 听懂吗 所以 爱人也有可能还有啦 是不是 还是喜欢什么人啊 不过变非这么重要啦 听懂不懂 那除了你们说你们爱师父啊 这个我也不很了解啊 不过 不过你们说这样我也相信啊 对我是很新鲜的事情啊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爱师父 到这个程度每天哭 控制不了那种 我不晓得为什么 这对我是很新鲜的事情啊 啊 我从来没爱什么人到这个程度 包括我的师父们啊 我不会爱这样 那喜欢看他啊 看他们啊 也常常有去看 不过也不会这么厉害啊 听懂吗 以前我认为是你们台湾的人 感情比较重 所以就抓师父很紧 所以就抓师父很紧 结果住国也是一模一样 结果住国也是一模一样 那个Pamela是美国人嘛 站着来给他们看 站着来给他们看 You stand up Pamela 她刚刚益心的时候啊 她就看师父那本书嘛 那个里面我们翻译英文啊 那个时候还是从原本翻译过来 那里面的他们说 愿佛菩萨加斯啊 让师父永远住在台湾啊 听懂吗 给我们台湾的人福报啊 她看那个好生气啊 她说 怎么会那么有那种自私的笨蛋的人啊 她修行过来几个月以后 她说我们也要一样 她说现在大家了解那句话 以前她不了解 现在她了解了 她也要永远住美国 给美国人福报 好 好 这个是顺便讲而已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说 任何的世界的情况 和那个财产和真美的东西啊 都是为了给我们练习啊 给我们应该突破那个不是要做的 了解吗 因为那个假的东西 现在我们练习 我们不要那个 宅给我们好的东西 听懂不懂 好久以前有一位国王啊 他是很有时悲心啊 他常常不试给人 所以一年两三次这样子 或是一次啊 他就把他的好的东西啊 钱啊 黄金啊 米啊 饭啊 山镇海味啊 家宝都放在一个很大的方面 给大家 谁要来拿就拿 懂吗 需要就拿 然后他坐在最后面看看 看人家拿他也很高兴啊 有人要这个啊 有人选那个啊 有人拿那个 大家都高高兴兴拿一点财产回去 每个人能够拿那个一部分这样子 懂吗 大家都一强的来拿 有一个女人啊 她什么都不拿 她从前面啊都往左右找 找看找看找找找找找 她一直问人家国王在哪里 然后她找到最后面 她就问国王 这个也可以给嘛 这个也有牧师嘛 意思说国王自己啊 会不会给他啊 那国王看他什么都不要 只要他当然高兴了 送给他 他有国王了以后 什么都是他的啊 听懂吗 不是这一年的东西啊 也后年明明年 明明明后后后年还是他的 全部财产国家都是他的啊 了解不了解 所以我们的世界东西也是一样 给我们看啊 我们要拿也可以啊 不过我们得到那样而已 如果我们突破这些啊 都一直往前面跑啊 然后我们什么都有 所以圣经里面来说 Seek you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all the things shall be added unto you 先找内在的天国 然后所有东西都变成你的 真真的是如此啊